白色接駁車停在立法院群線樓外 國民黨立委撐著雨傘一個接一個 王洪威快步走過 陳玉珍對鏡頭筆頁 一路開到陶機飛往中國 但這趟離家的行李特別輕 所以你今天行李有帶來這樣 三天兩天要再多 沒有登機箱 黑色後背包說走就走 傳出事先都有交代 輕便就好 大咖行李箱大可不必 畢竟花蓮於正不斷 在地立委卻領軍出發 行程怕事越低調越好 尷尬的是保密房碟坐好 連極點的飛機到前一天 藍尾們都還不知道 反擊前往中國 藍營做得到 但此行出發名單忽傍忽售 一度只剩零星幾人 總召富昆其帶隊 熟悉兩岸的陳雪生 陳玉珍一如往常出席 其他新科立委居多 黃仁 張志倫 廖先祥等十人 就在出發這一天 王洪維 許新穎 尤浩 羅明財等七名立委 才畫俄策跟上 中紀十七人 王有酸 貴尾十七人 不是聽說十人以下怎麼變多了 此團是天朝朝聖 以人民的生計還是為主 那當然政府本來就是要以兩岸 有意味稍微有一個附通的一個作為 肯定是對兩岸的一個關係發展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和緩的一個幫助 一行人前往中國 主軸推兩岸觀光 但從出發人數到行程保密到家 對比在異常的高分被對抗 難免被認為藍尾門這次的反應很反常